科學女士大學 歐豐 歐豐 嗨,沒問題 回到先生,來年底又來年底,會不會需要資金多轉投資呢? 投資失敗了,怎麼辦? 投資失敗了就對了,這些都可以幫你收到現金 你是做什麼生意? 我做一些不見得光的學業 不見得光的,即是什麼學業? 雞斗 雞斗?那你做雞頭做什麼? 你是做雞頭還是怎樣?還是你自己開的? 學著雞的 你做雞的?你是先生還是小姐?還是變了性的? 你聽我的聲音像是怎樣? 我聽你的聲音像是先生 但是我... 那怎樣? 不要緊,你告訴我我便知道 你是小姐也不出奇的 因為有些人聽不出的 我聽你的聲音應該是一個靚人 有些人聽不出的 有些人聽不出的 有些人在電話上 對了 聽到我聽到像女人,其實我也是男的 嗯,聽得出 是的 那先生的話,我想問問你究竟是先生還是小姐? 怎樣稱呼你? 你叫我一半一半 不男不女 這樣啊? 什麼是這樣? 我有雀,又有球 我姓陳 你貴姓啊?我姓陳 你姓陳 你生是不是? 我姓李 啊? 我姓李 姓李是不是? 嗯 你生是李小姐嗎? 你什麼? 你什麼什麼啊? 什麼啊? 有些人這麼不平 有 有 叫你老母 你現在有沒有上班? 嗯? 現在沒有上班? 他說三月十八 哦,三年前的關係太大了,是不是? 嗯? 我說你現在有沒有上班? 嗯? 我說你現在有沒有上班? 嗯? 你 上班? 嗯 有沒有做事啊? 有沒有做事啊? 現在 做? 是啊 做 做 做看雞 養雞 養雞 養雞,是不是? 嗯 在香港養,還是在大陸養? 那你現在打來香港電話 那我可以在哪裏有啊? 那這樣很難說啊,有時候這些事情不一定啊 有時候這些事情不一定啊 有時候這些事情不一定啊 你看到隔著都不一定啊 我先說你 好涵你啊 我全面教你不合 那我説實呢,現在的話,近年底我們都會有些低息做緊 你以為有沒有這方面的需要啊? 需要 你不用還的,我當然可以 其實說真的啊,我們大家 都明白的,那如果你借得到你不還,那是你的權益來的 那是拿支槍迫著你要還的嘛,對不對? 借得就還 而借就不用還 是 那我借不借 借不借 借不借 借錢呢? 說真的,如果你借到你就可以不還都可以的 香港人很多人都不還的啦,借了 借了 是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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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有沒有還過? 不咯,如果你說借我們銀行一定是借給你 我們銀行都是借錢給客戶 嗯 你叫銀行啊,就是大衣洞啊 你搞清楚的 那到時候你欠我們做到給你的,那你就知道的啦 那我們是,如果是大衣洞,就廢了我們銀行啊 你肯定你是銀行? 嗯 你哪個部門啊? 我怎麼知道你是銀行啊? 廣播的先生,中環總行這邊 中環 中環都未必是真的喔 是真的,你可以打我們直線電話的 那你說你的職業先好咯 F5417 F什麼? 5417 5417 是 是嗎? 是,沒錯 我查 我查完先告訴你你的真正假,好嗎? 好啊,好啊,OK 好啊,那我這邊先告訴你 那你有沒有要給你直線電話呢? 22333332 直線電話是什麼? 243 兩個2 243 兩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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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3 2243 2213 2233 很多人 Panda Victoria 2243 晚安!歡迎致電 匯豐 廣東話,按一字。 Gedive 本項提醒客戶設物向可兒來電者透露任何敏感個人或戶口資料。 你亦可考慮定期更換電話理財密碼,以保安全。請聯絡我們了解詳情。 如你需要布施卡,懷疑自己受騙或截到任何可兒來電、短訊、電郵、網星字。 Gedive 本項提醒客戶設物的方向正陽叫Rebecca,請問你能幫我嗎? 是,幫我檢查一下這個電話是否詐騙? 請問號碼是? 他給了兩個號碼的 打來號碼是37262716 是 他就叫自己陳小姐 陳小姐 提供職員編號是F5417 是 他說有個直線電話 原來應該是你們卓越理財那邊的 MAR23333322 是 是 是 應該你幫我檢查一下有沒有這個陳小姐 請問號碼是陳小姐 不好意思 謝謝 不用客氣 謝謝 小姐 你好 是 謝謝內心等候 因為我剛才嘗試接電電話的電話 沒有人接聽 所以現時的話 我們都未能知道這個電話方面 是否匯豐同時的來電 又或者想問一下可否再講一些詳盡點的背景 是給你做 借貸、借錢、還錢、拿貨幣那些 說回借貸,可否提供你的香港ID給我 我和你看看我們同事方面會不會有一個記錄在這裡 就是問我的資料 是啊,沒錯 是,再檢查有沒有同事打給我 是不是這個意思 是啊,沒錯 如果正常他會稱呼我的貴姓 是啊,沒錯 那他沒有 即是他沒有,他打過來就接同 連我姓什麼都不知道 第一,第二,他不知道怎樣稱呼我 問我是先生還是小姐 那你說會不會是你們職員呢 我剛才提過那個職員編號有沒有呢 是不是有這個人呢 F5417 如果你說F5417 一些一次性認證碼 或者是可能要下載一些APP 才可以知道一些優惠 都沒有 OK,OK 相信的話其實有可能 因為我們現時都未能可以 貼到那個電話 是不是 但有可能的話 其實應該是一些雜貼的個案 我又聽到你們行家都給過一個很好的答案 就是其實你們高層是默去一些第三方的call台 或者叫call場的地方打出 那就是漏生意的 我不知道是漏什麼生意 那你們如果手上沒有這個3726 2716的話 那應該是屬於那類的 那或者楊小姐 你自己本身有沒有聽過這些傳聞呢 不好意思 如果這個資料方面的話 我們沒有聽過的 嗯,明白 如果你想了解一下的話 那你可以是 致電一下我們校服務義線那邊的同事 去進一步幫你提供最一步的優惠 我相信你們都不會提供到一些高層的人士跟我對話 反正 我都經常收到匯豐銀行打來 那所以我也相信是有些高層背後容許他們這樣做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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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麻煩了你了 楊小姐,謝謝你 不要這麼說 不要這麼說 最重要是不要提供任何個人資料 還有拿輕信一些推廣 因為可能要壓載一些APP 或者提供一些一次性驗證碼 才可以拿到這些推廣等等 因為我們近期銀行方面都收到同類型的一些詐騙的個案 那他有可能的話 要你一定要下載某一個APP 才會提供到一些推廣的廣告的promotion給你 那下載之後 有可能他手上的電話去被人吃了 那所以的話 楊小姐,我想問 那他怎麼給我一個連結 我去按進去呢? 下載呢? 如果透過電話 他很難說到那個地址給我 我按進去的嘛 會不會有WATSAP 那些什麼呢? 對,因為根據我們客人 我們問回他的資料的話 他就可以通過WATSAP去做一些 就是要加一些群組 然後用他下載一些APPs才可以 但是最終的話 他的戶口方面被人吃了 所以我們都建議的話 請到轉數之前的話 留意對方的戶口 還有不要下載一些非官方途徑的一些APP 甚至是一些一次性驗證碼 都不會提供給我 是 你說一次性它是怎樣給我呢? 這些號碼 一次性驗證碼 通過SMS送給你的 哦 就不是用WATSAP那裏 是 有可能的話 他要你輸入一個一次性的驗證碼 但最終的話 可能是Discode了一些信用卡資料 又或者可能是銀行戶口的一些資料 即是入了我的電話入侵了 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是啊 沒錯 我們最終是擔心這個情況 所以各位也請你留意這類型的一些信息 好 那麻煩了 楊小姐 謝謝你 謝謝你 拜拜 謝謝拜拜